浙江的一位朋友说看完了混双真的很刺激 这个周末的寒流将会随着大师赛的热烈而变成暖流 有的说河南的朋友说感谢CCTV5为羽毛球迷直播了大师杯赛 精彩分场的比赛使我大开眼界 谢谢你们 第二轮是胜了德国的一名选手 然后由于队友卢兰的这个弃拳 又在这个半决赛里边战胜了荷兰的张海利 闯进了决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 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呢 一定非常关心这个来自浙江的年轻的小将王林的情况 那么王林呢 他是在第一轮比赛是胜了德国的格雷瑟 第二轮比赛是胜了荷兰的姚杰 然后战胜了中国羽毛球队的这个老大姐张宁 在半决赛里边又胜了中国香港的王陈 杀进了决赛 那么有关他的情况呢 我们在比赛里边呢 请李卫国指导 待会儿再比较多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这两名选手 在这技术打法上的特点 以及在今天的比赛里边呢 要想获得主动呢 应该在战场上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要求 那个从谢信芳的这个队员情况来看呢 这个队员呢 就是这个技术比较全面 拉掉控制 包括突击 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 而且本身加上他有1米77的身高 这个跑动的这个范围呢 也比较大 加上他的身高地长的后场的这种下压球 突然性比较强 还是占领一定的优势 这个王林呢 这个队员相对来讲的话 只有今年只有17岁 他是1989年出生的 一名年轻人 这次这个比赛呢 也是这个把几个重量级的 王晨 姚洁和 张宁 雅典奥运冠军张宁 给这个 这个掀下了马 所以呢就是说 他今天这场比赛呢 这个 应该来讲的话 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那首先一点呢 就是说是 要就是一分一分的打 这个 一局一局的拼 如果说把自己的心态摆正了 然后呢就是说 来去冲这个谢信芳的话 他还是应该来讲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个队员呢 就是说是 虽然年轻 但是呢 场上的经验 还是比较显得非常老道 再一个呢 加上本身 他的基本功也比较扎实 呃 打法也比较全面 相对来讲的话 今天这场比赛呢 关键要看 这个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 场上的发挥 平高球放往前 在控制方面 谢信芳显得是更上一球 而且今天比赛他打的也比较放松 比赛 第一局现在已经变成了八比一了 呃 作为谢信芳来讲的话呢 这张球他也是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毕竟就是王林 这个前面打掉了几个就是 这个比较优秀的选手 你看 他的头顶啊 直线的这种 突然简厉的点杀 还是很很具突然性的 对 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 所以他场地的在控制 对面积方面 确实是有 有优势 上方的注意控制底线和调往前相结合 关于这个王林的情况啊 比如他是什么时候入选的国家队啊 那么呃 从他的表现 今后是不是也是我们队里当中一个重点的培养的一个对象 就是方面的情况您再给介绍一下 王林这个队员呢 是 这个 也是算是出在雨 出生在羽毛球世家 他的父亲呢 是王耀平 原这个曾经在国家队打过 男子双打 他的母亲呢 也是一个雨毛球队队队的一个 比较著名的应酮员 原来也曾经在国家队 那个 王林呢 是 一直在浙江 这个 烧体校 从烧体校呢 然后进入浙江队 他是 这个2002年 入选的这个国家青年队 这个 2004年 入选的是国家二队 2004年 这个 2005年的也就是今年 2005年 这个底 这个 入选了国家一队 嗯 这个 目前呢 现在是在国家一队呢 就是作为 一个重点培养 对象 从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队员的整个发展情况来看呢 这个 还是 还是比较 前景还是比较 比较好 因为他毕竟年龄 今年只有17岁 他的力量呢 还没有完全就是 这个 到达他的这个 最成熟期 所以一旦就是说 他的力量上来以后 他整个厂的速度 加上他的经验 相信这个队员呢 将来以后 前景应该是 不错 嗯 好球 这一个 批掉 很漂亮 一个对角线的 一个 批掉 刚才 8比1 落后啊 现在已经变成了 你从这几个球来看呢 就是说 他大比分 脸先自己打的 还是不慌不忙 嗯 按照自己的这种 节奏和球技去打 也显示出 这个队员 挺难能可对的 对 7比10 又追一分 这段 现场方已经联系 出现了两三次失误 比赞 备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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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滚满球 现金方再得一分 11比10 11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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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比8 现在比分是12比8 往前搓一下 哎呦 真是一个 结外 这个球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几乎不用使劲 只要拍到 这球就得分了 这个机会球没抓住 雪金方这个球打得太随意了 白白丢了一分 嗯 现在从比分来说只有 8球得分 哦 这个球又是一个判断上的 这个球压线 将降压线 那看来这个小将王林啊 他能够一路闯关 站上几名这个重量级的选手 并非偶然 对 显示了他一定的这种技术 实力 另外他的心理速度也不错 给人感觉 像今天的决赛 大比分落后 那么一般的参加这种决赛 又有电视转播 观众气氛又特别热烈 会有一些可能不适应啊 有一个这个 感觉有点紧 但是他能够很快的调整 好球 谢星芳还是在观点这个 显示出他技术的全面 谢星芳是81年 出生25岁 那么王林啊 只有17岁 他们现在也是逆针来控制一下底线 他们现在的首先是把球这个拉开 拉开 抓住机会以后呢 就是说是还是加强一些 就是突击球 好球 拉掉 然后转手为攻 这个反击这一派啊 谢星芳的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是的 他有时候在这个场地上 那个预判上啊 能够把这球打到 王林非常难受的这个位置 那你看这球 就是突然一个简历 头顶P直线 对 P直线 这个球带有一定的晃动性 加动作 我现在一下子又把比分拉开了 17比10 好球 勾顶的沙球 王林再得一分现在比一分是12比17 这个是压值显成了 这局从比分来看的王林始终是处于落后 但是他仍然打得不击不骚的 几次把比分又逐渐破进 调球力度小了一点 谢谢一方对他的球路还是比较清楚 所以就是说是 对他这场球准备得比较充分 机会球 今天给人感觉呢 王林的球呢 就是说是有点过于球闻了 不像前几场球呢 卧得比凶 对 就是一行成机会以后就敢于棋板 今天的打的就是说 有一点四平八稳的这种 谢谢王一个底线判断上的失误 王林再得一分 现在比分是十三比十九 十四 十四比十九 有的人还是希望小将说王林能不能一黑到底啊 控制底线 放往前 机会 这个半场球了 王林再得一分 现在是十五比十九 发一个高远球 这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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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这样 这一局已经 到了局点 二十比十五 这样第一局 二十一比十五 现行方 发账 总的比分是一比零 稍事休息 我们等一会儿来看看第二局的比赦 联邦快递全体支持中国羽毛球队使命必达 在每次准时送打的背后 总有一个团队为您全力以赴 联邦快递使命必达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有的观众可能也是刚刚看今天的比赛 问男双和男单什么时候转播 今天我们要转播五个单项的决赛 已经结束的是混双 参加决赛都是中国选手 现在这个女单也是两名中国选手 第三场是男子双打 丹麦和中国选手之间对抗 第一场男子单打 丹麦的皮特盖德和中国小将陈金 最后一场女子双打也是两队中国选手 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局 因为刚才我看很多的球迷非常关心这个王林 就是想知道王林的这个打法属于什么样的特点 他和谢兴芳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还是请中国羽毛球队的领队李卫国先生呢 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王林的打法呢 相对来讲的话也比较全面 这个队员的基本功 比较扎实 刚才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 他的打法主要还是以通过就是说 拉掉结合突击和这个发球抢攻为主 那当然就是说是他遇到就是说是像一般的就是 就是这个的对手 对手这种进攻呢 他这个队员的防守呢也比较比较稳健 虽然他的球处理不是说很高 特别是前半场 但是呢 他的跑动范围 相对来讲呢 控制面比较大 另外再一个就是说是 这个挣扎能力特别强 所以这个队员呢 就是说是他的特点也比较明显 这一局现在双方打成二平 从前几个球的情况来看呢 你知道我觉得王林显然是加强了进攻 在这方面意识有所加强 对确实像第一局呢 他有一点力求于稳了 特别是一开始 有很多机会球呢 不像前面几场球打的 就是说给人感觉那个比较坚决 而是呢 今天就是说是 有一些球呢 过于就是说是像后半场 过渡的比较多 也可能是处于一种顺逆风 这么一种考虑 从战路上的一种考虑 但是呢 就是说是第一局啊 特别是前半段 他的自己的自身特点 没有完全打出来 现在第二局呢 应该说已经丢掉一局 又是面对实力啊 各个方面比自己要强的这个 卸性方 我们也希望小江王林能够放开手脚 一搏 打出自己的个底 你看 都坤子 啊 好球 真的会给球 天呐 4 3 来一个小球 脚底下滑了一下 王林的现在就是说是战术方面的考虑的 他也是想通过就是这种拉调的控制 来消耗谢信方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在成都省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的200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五个单向决赛的释放 现在进行的是第二场 混合装拿已经结束了 是年轻的小将谢忠伯和张亚文战胜了张军和高龄获得了冠军 那么现在是第二场女子丹娜的决赛 也是在两名中国羽毛之间进行 第一局21比15是谢信方获胜 这是谢信方 他的对手是只有17岁的来自浙江的选手王林 在往前的回忆当中啊 还是小将王林的失误略多一点 像谢信方这个球呢处理质量不高 一个过渡指 这个正手推直线 被王林头顶抓了杀直线 加强反击 这个打法是绝对不正确的 对是正确的 其实在这个 有点急了 而且你手上的控制的开面上 过于想发力 一般将对手打死 对 王林这一板球危险还是比较大 它的一致性和突然性比较强 嗯 找号场放往前 其实就是很合理啊 技术应用很合理 这种21分支啊 就看谁的无谓的失误少 像这个陈红输给这个乔纳森 也是由于在一场比赛里出现了过多的失误 最后造成了这个比赛的被动 这打了一个追身球 现在比分是第二局 7比9 好球 对球打得很冷静 而且在跨步击球的时候 他这局应该说已经判得好了 对方已经准备上 对 往往前移动 对球很准确的打到了后掌空档上 现在比赛是8比9 哦 好前一个掉球 非常漂亮 现在追到9比 第一局呢 两个人的分差比较大 曾经打成了8比1 领先的是谢庆芳 现在第二局呢 双方的比分呢 是始终没有拉开 现在反抄 10比9 嗯 刚才落后3 4分 结果 这样到了11比9 到了这一局散填的时候 呃 你们要不要自己再考虑考虑 这一段打得怎么样 应该说今天的早一些时候进行的 呃 混合双打的比赛 激起了这个场上的观众的极大的热气 气氛始终是非常的热烈 最后是年轻的一队组合 啊 谢中博和张亚文战胜了张军和高龄 勇夺冠军 谢谢方 在刚才领先3 4分的时候呢 直到现在这段时间啊 呃 无尾的失误显得多了一些 呃 一个是呢 就是王林呢 注重了就是前半场 这个一个是呢 就是说是 本身 这个王林的跑动范围啊 非常大 而且呢 就是说他 他在被动的过程当中呢 这种处理球呢 就是说特别是 向后场过渡 这种球非常大的 还是现在 这种球 这段前后调动这个谢信芳 还是比较成功的 对 而且这个球都打到死角上 对 从第二局来看呢 现在就是说 好像谢信芳的体力 好像有一点就是 从这个速度上 比第一局要慢很多 哦 要好场 这就是王林的特点 嗯 球路控制的非常清楚 我有机会 我一定要是抓住机会 像后场就是 该过渡的时候 该压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这个重伤 对 批杀的时候 哇 这个情况真是风云突变啊 转眼之间 15比9 王林领先了 这是第二局 哇 漂亮 又一个手顶的斜线 从于第二局呢 他加快了速度 另外注意调动 这个斜线方 前后左右的移动 所以在体力消耗上 谢信芳这段 是有点打 有点倍动 像那个 王林呢 现在就注意了一下 这个进攻的 除了一个节奏变化以外的 线路的变化 嗯 也注意了 像以往就是说 他的头顶 点直线 或者批直线的 比较多 像刚才这个 谢信芳的重心 想往这个 右侧走 结果呢 王林抓 一个一个 头顶刷 刷对角线 现在比分是11比16 漂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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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步伐是说这个球无论有多被动 他能够及时把自己的重心位置调整出来 这是这个队员的就是说是一大特别 漂亮 这都是界外 13-17 现场也得一个失误 现在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 王林领先的比较多了 18-13 5分了 拿一个小球 还是把球挑到后场 哇 漂亮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 要跨步到往前 一个反手勾对脚 这球真是落在这个点啊 是恰到好做 这样这局应该说王林领或正乎的问题 20-13 第二二是1-13 小将王林领回一局 前两局呢是打成了一平 双市休息我们再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比赛 他 已在 ! ! 加大 联邦快递全体支持中国羽毛球队 使命必达 ! 在每次准时送打的背后 总有一个团队为您全力以赴 联邦快递使命必达 我实话提示您收看F1赛车巴林战精彩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双方决胜局的比赛开始了 您觉得李之导就是说在决胜局里小将王林要注意些什么 先行方刚才您也介绍可能体力上发生多少有一点点下降 那么对于他要注意的是什么 作为王林来讲的话呢 应该就是能够按照从体能上面来讲的话 他还是占一定优势 毕竟年轻 再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速度上面呢 一定要就是说是要保持住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坚持自己的打法 这个冲劲不要紧 不要有过多的想法 那这个作为谢信芳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是第三局对他来讲就是说体力是一个考验 这个毕竟他年龄呢比这个王林要大七岁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从体力的分配和战术的这个变化上面要把握 第二个呢就是说特别是要注意就是说是复办厂这种过渡球 一定要就是说能够调整开 好 只要加强主中进攻打出自己的速度 这是第三局他能否战略主中的一个因素 对 那么谢信芳呢看能不能凭借他的丰富的经验 因为在第一局我觉得谢信芳在空球上发挥的也挺漂亮 对 那个从第一局来看呢 还是谢信芳的这个体力啊 能够有保障 从整个场上的这个速度 特别是这个进攻完了以后 下一篇的连贯能够跟得上去 那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是第二局 王林呢 这个能够就是说发挥出自己的这种打法特点 另外一个呢是谢信芳整个从场的这个速度呢 这个可能受到体力的影响 就是说不像第一局速度那么快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是作为第三局 谁要能掌握住主动 首先是自己这个减少失误 特别是主动失误 你像刚才这几个球呢 王林包括谢信芳的这几分 都是各自在主动失误的情况下呢 丢的分 好像王林给人感觉往前的技术也很熟练很不错的 对他这个有不法保证 他的整个重心哪怕是就是非常被动的球 他的这个球呢 他这个重心位置能够调整出来 而且能打出非常高质量的这个反控制球 那一下第二局有一个就是说 非常球几乎落地了 他在球即将落地的时候呢 一个勾对角 而且这个球呢就是说是谢信芳 这个重心都没有跟得上去 所以就是说是 作为这个队员来讲的话呢 他的步伐就是说是不容易被挡了 整个的步伐的重心位置 又一次判斩出入 对 对在这个决胜局 现在小将王林是5比3领先 对 所以这里有的朋友就认为王林很不错呀 技术全面杀伤力大 对 所以作为这个年轻选手来讲的话 也非常渴望通过这种比赛 能够这个证明自己 对 非常渴望这一个冠军 但是呢自己要把这个心态 一定要就是说是 要这个这个摆正 嗯 作为中国羽毛球队这个集体来讲的话呢 现在因为就是作为张宁呢 这个也是 今年已经31岁了 谢信芳25岁 嗯 所以现在就是随着周密和宫瑞娜的退役 这个四朵金花 目前呢 现在剩下这个张宁一朵老花 加上谢信芳这一朵花 这一朵花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也是在渴望能够出现像 呃 更多像王林这样的选手 嗯 现在像王林他们这一批 当然蒋燕焦 蒋燕焦比他要稍微大一些啊 呃 蒋燕焦是比他们就是说是大一批 就是年龄在 嗯 他是85年出生的 嗯 应该说还是有一批很不错的这个 对 你像这个朱林呢 这个蒋燕焦啊 还有那个卢兰啊 嗯 这他们这是一批的 然后像王林呢 这个年龄呢 现在就是属于8889年呢 目前在国家二队呢 现在还有这个七到八人 嗯 那作为王林来讲的话 是比较 作为这个年龄组来讲的话 是一个比较非常突出的一批 哦 反手够对角 漂亮 还是控制底线 非常清楚 球 嗯 啊 好健康啊 嗯 其实这个机会很好啊 对 这个球呢 谢金刚要求质量也过高 嗯 想打到这个边线这个区域 因爲这个球呢 是 不到底线 现在决赏局的比赛 7比6 发一个高远球 小后场 推后场出键 7平 所以这一季比赛 在关键时刻 谁能顶得住 敢于发挥 心理上不要有任何的变化 还不能急躁 再加上减少无谓的失误 这球漂亮 头顶斜线的一个沙球 这种球因为速度还是比较快 还是比较快 而且就是说是属于突击球 突击 突然性比较强 这边如果过渡成了 可以借费成为主动 这边上网 还要把这车处理好 现在谢信方呢 从这几分来看呢 也是加强了这个进攻的节奏 现在打成了8平 两次往前的失误 现在谢信方是9比8超出 好球 这球是典型的一个变倍度为主动 你像他刚才反手那一排 就是过渡底线 过渡到这个谢信方的这个头顶 非常到位 控制号场 打两边 好球 谢信方在后退的时候 这个头顶一个 突击球 突击球 突然一个有点像杀球 有点像掉球 打这个王林一个凑手不及 他这动作的隐蔽性还是很强 对 但是以前大家都知道 这个被称为当时四大天王的赵建华 说他的这个动作 从技术角度来看 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对 动作完全一致 但是你都不知道打到哪个线路上 他只要力量大小 他只要后踩一起上 你就不知道他这个球往哪里去 对 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对 这样现在决胜局 现在双方打到11比9 领先的是谢信方 交换场地 今天这两场比赛都已经打到了决胜局 也说明这次的中国雨宝泽大赛赛的水平质量还是蛮高的 有的朋友问呢 王林现在他的世界排名是多少 他目前呢 就是作为这个年轻选手呢 就是说世界比赛呢 没有打得太多 这个世界排名的这个世界排名的现在应该来讲的话没有进入前20位 但是如果像这种大赛如果取得冠军包括就是取得亚军吧 那么他这个名次是不是也会提升 他这个积分会很高 因为什么呢 他连续了战胜了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张宁 战胜了世界排名前六的这个姚杰 这个包括这个昨天战胜了这个王晨 王晨 所以呢就是说是他这次比赛呢 就是说如果说获得冠军的话 很有可能比这个他的排名会大幅度的上升 换一个小球 他往往是在往前有的时候过于急了 今天已经几次出现那个反手啊 或者正走位都是像一般平击这种球啊 你稍微不注意就会下网了 漂亮 这盘出击还是很 很有杀伤力的 双方这段的比分始终是焦灼状态 11比12 谢进方这个球回球稍微质量不高一点 他这一版出击球呢 就是说大V比较有限 占伤力的 谢进方 简历一个钓球结果没有够啊 12平 现在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是200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五个单向的决赛 现场呢是在成都省与中心 局馆 五个单向的比赛呢 已经结束的是混双的比赛 谢中博和张亚文获得冠军 张军和高龄获得第二 现在进行的是第二场 这是女子单打的决赛 也已经打到了决胜局 最新方不敢放 这是一个运气球啊 运气球 第二段话又打成了13平 这个球呢回合打的也非常多 王林呢也不急于攻 连续就是说 谢中博连续挣了手杀了三个钱 全是给对方过度的厚抢 双方都在力争控制底线 然后突然 突然在这下周点 对 应该说打到这个时候呢 体能上速度上 和这种冲击对方的这个 这个这方面呢 小将王林会 占一些优势吧 但是从经验上 从对比赛的这控制上 这方面呢 谢中博连续挣一顶 这没有办法打死 小将王林呢 还是挺有韧劲 控制板控制 控制底线 然后突然放一番 让你上来以后 再找机会 能不能突击一下 现在有机会吧 像王林呢 还是要攻 嗯 不能就是说是 后场过度的太多 抓住机会以后 还是要 打得要坚决 现在有不少的朋友 都关心那个王林呢 他既不是王宁 也不是这个 他应该是王子边 一个树林的林 谢姓芳呢 有的写的是谢进芳 谢书姓的姓 这都不对了 是姓 谢姓芳 请您不要使用晓光灯 谢谢合作 17 14 现在是打上十四平以后 小将王林是连得三分 确实他的战术意识 是比较强的 思路很清晰 哦 有一个掉球 有这一球 从技术来说 这种打法叫 你说叫直接掉球 还是叫批掉 应该是批掉 像这个球呢 刚才呢 谢姓芳呢 确实回球质量 也不是很高 哦 好球 这个半场机会球 小将王林抓住了 现在是以18比14领先 现在的比分是15比19 领先4分 这是王林 现在发球的是谢姓芳 这是拉开一个后掌的重扣 这个杀手疼了 现在20比15 小将王林 离获得冠军 只有半步之遥了 到了赛点 往前一搓 观众希望 看到精彩的杀球 现在到了 如果随着谢姓芳 机球出界 那么只有17岁的 来自浙江的小将 王林 以2比1 战胜了他的师姐 谢姓芳 获得了2006年 在成都举行的 中国羽毛球大赛赛 女子单打的冠军 谢姓芳获得亚军 那么稍事休息以后 我们一起来看看 隆重的颁奖仪式 运动武装 好 各位观众 现在是由 国家体育总局的 平宇中心副主任 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 国家羽毛球队 总教练李永波先生 为本次大赛的裁判长 莫拉里先生 副裁判长 雷明基先生 刘晓峰先生 葛又飞先生 颁发纪念奖牌 下边啊 进行的是 女子单打的颁奖仪式 走在前面的是 获得亚军的先行方 走在后边 穿着红色运动服的 是17岁的浙江小将 王林 今天很多朋友 非常关心王林的情况 认为他的球 打得太好了 动作一致性强 整体动作很舒展 他的拉掉打法 坚持 坚持 最后获得了胜利 这是获得亚军的 来自广东的谢姓芳 这是王林的 作为代表中国羽毛球队 在世界大赛当中的 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应该说他今后的路还很长 那么有关他的情况 比如说他的身高 他的来自哪个籍贯 以及在队里的情况 等会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是由 四川省体育局的副局长 刘湛先生 来为获得前两名的选手 办法奖杯 下面是由 中英人手保铁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钱尔斯安德胜先生 为获奖预论员颁发奖金 并且赠送鲜花 我们请李卫哥领队 再把王林的情况 向大家介绍一下 也希望观众朋友们 能够记录这个小姑娘 因为她今后的前程 还是非常远大的 王林今年17岁 身高是1米72 体重是55公斤 他的籍贯是浙江 他是出生于 一个羽毛球的世家 父亲和母亲原来都是 曾经在国家 代表中国羽毛球队 国家队的运动员 真是可喜可贺 中国羽毛球队 有人说是厚生可畏 而且中国羽团 新老结合 所以奥运会 变成了坚实的基础 这两名获奖先生 走到了我们主席台 右侧的转播席边上 我们中央台的记者 在现场 马上对获得冠军的王林 进行了现场采访 进行了现场采访 王林正好走到了我们转播席的前面 一些热情的观众拿着手机要给他照相 他也非常礼貌地面对大家做出微笑状 应该羽毛球队 也有一个看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运动员们打完比赛以后 不管是获胜还是失利 都要来到主教练 李永波的身边 在天一天 总教练对他们这场比赛 打得好与坏的一些分析和评述